日本晋国神社从今天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春季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 中国大陆坚决反对严厉的谴责 并且已经进行了严正的交涉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日方有关消息动向 再次反映出其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谴责 并已进行严正交涉 中方敦促日方切实信守 正式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 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晋国神社因为祭拜二次大战的假期战犯 只要日本首相或内阁官员前往参拜 就会引发声然大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是依序了传统惯例 供奉共品真审贤幕 没有亲自前往参拜 但还是引发了南韩跟中国大陆的反弹 这一件事情南韩政府也表示 深感失望跟遗憾 好来看到的是英国哈利王子跟太太梅根 最近出席了在荷兰的一场运动会 梅根在活动现场透过绘画 表达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不有点尴尬的是 梅根把乌克兰的国旗上下画颠倒了 到底是拿反还是画颠倒了呢 我们看看了这和平的字样 但是底下呢却发现 他把乌克兰的国旗上下颠倒画了 正确应该是蓝色在上黄色在下 跟梅根画得正好相反 而这场运动会呢 是由哈利王子所举办的基金会创办的 而开幕典礼上 梅根和哈利也特别向乌克兰队质疑 国际消息我们来关注的是 俄罗斯国防部这个肖伊古 他就特别说了 向普丁报告已经成功守住了 马力波已经当地的亚速钢铁厂 普丁得知当然是非常满意 非常开心 当面向肖伊古呢表示恭喜 最后普丁呢更直接下令军队 取消进攻马力波工业区 改用封锁的方式 封锁亚速钢铁厂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震惊为座 一脸严肃当面向普丁报告乌克兰最新战况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震惊为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立下战机 这个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马力波 也成为第一个俄军拿下的乌克兰大臣 但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普丁还下令为了俄罗斯士兵的安危 取消亚速钢铁厂的攻坚计划 他也当面向萧伊古表示 恭喜俄军说这是一项成功之举 不仅如此 卢干斯克州长海戴指出 俄军正在强化对州内的攻击行动 并且摧毁沿途看到的所有东西 他也呼吁居民赶快离开乌东城镇 曾伦斯基表示 欧盟正在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 英国首相强森也认为 西方国家必须持续军援乌克兰 他以鳄鱼形容普丁 表示和普丁打交道 就像把腿放进鳄鱼嘴里 和平谈判只可能以失败告终 记者刘家宇报导 俄乌战争最新的战况显示 卢干斯克已经有80%的领土 受到俄军掌控了 时评论员朱凯祥分析 当俄罗斯掌控了交通枢纽越多 那么俄军的军队补给 当然也会更加的完整 让俄乌战争可能也会占比较大的优势 但其实现代战争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什么 你今天往前前进一寸 你就要盖个城墙把它围起来 然后那个着色色快越大越好 其实不是 但是其实俄罗斯能够攻下更多的城市 然后能够掌握更大的区域 他其实你要看的不是说 那个面积有多大 而是在这个他能掌握的区域当中 有多少的交通枢纽 有多少的道路 那这意味着说 如果他能够掌握的区域越大 他的补给线就会越完整 今天假设你的部队前进 不管是追击或是说进攻 到了某个地方的时候 那地方也许没有道路 又或者是他的道路的另外一端 他无法运送物资给你 或是这另一端 甚至是敌方在掌控的 所以说你要看他现在的推进的 这样子的一个面积越来越大 会让原本乌克兰的既有道路 然后能够被俄罗斯掌控的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其实就代表说 他的补给越来越有可能 可以就是越来越完整 那所以他部队不管在哪里 都可以得到快速补给 这对后来的越来 这对之后的战事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来关注的是 法国总统马克宏 将在4月24号 和其右翼候选人雷鹏 进行总统大选第二轮的决选投票 那么乌克兰总统德伦斯基 以及遭到监禁的俄罗斯 异议分子纳瓦尼 公开表态力挺马克宏连任 纳瓦尼在推特上面发文 喊话支持雷鹏的选民 他表示任何同情普丁的人 实际上也就是 没有良心的卫君子 相较之下 泽伦斯基态度反而比较谨慎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无意影响法国的选举结果 但不想失去跟马克宏之间的交情 而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 雷鹏舟曾经表示 一旦当选总统就会阻止欧洲 制裁俄罗斯能源 我们来看到20号当天 俄罗斯宣布已经成功 试射了新型的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 对此实际评论员程辉文就分析 普丁试射飞弹的目的 并不是想要展现核武的实力 而是什么呢 我们持续来看 普丁有需要秀肌肉吗 嗯哼 他不秀你以为他就没核弹吗 他就没有洲际弹道的这个能力吗 大家都那你为什么要秀呢 你不是金正恩 你不是北韩吗 你干嘛去做这个动作 你们不要 你要三师后行 大家都是怕你 不然早就打你啦 所以不用你讲 他们一支在三师 已经六师九师了 所以等会儿我是提供大家参考 就是普丁做这样的动作反而很奇怪 嗯哼 有道理 你已经打了两个月了 你突然告诉大家 我有这个哦 我有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你早就有啦 又不是昨天发明的 你这样讲什么呢 反而是他自己是国内 还是有大内宣大外宣的必要 那个我跟你讲 CIA一定会去分析啊 这影片是真的假的 是不是合成的 到底是 历史影片旧的 我就跟你讲说 俄罗斯这方面是真的是很厉害 当然 很多的这些 比较说还可以干预美国大选 很多事件啊 那这个当然我们去看说 当他往里分析这个 银弹跟飞弹就是俄罗斯的实力 是不是因为他大到不能输 大到不能倒 为什么拜登会投鼠即弃 美国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子 美国认为说 你这个伊拉克该打 他就杀进去了 阿富汗这个 虚利亚阿富汗 包庇这个该打 我就杀进去 我管你的 他就杀进去 可是为什么他会忌惮俄罗斯 就是因为他有核武嘛 因为他是大国嘛 所以你说他一定不会用嘛 你让他输的 你把他逼到墙角的 你逼得普丁快下台了 谁知道他会做什么 很多观众朋友会很想问 感染新冠之后的免疫力 跟接种疫苗后 哪一个比较强 国外的证实呢 这个他们研究就发现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 然后感染了Omcron 那你体内未来 可能只能够验出 对抗Omcron的抗体 对于其他的病毒株 是通通无效的 但如果你打了三级疫苗 若不幸感染Omcron 你的体内呢 的抗体就可以对抗各种的病毒 等于再次印证了 打疫苗的重要性 可别以为感染Omcron之后 多为无症状或轻症 还能因此获得抗体 就认为打疫苗 不如直接染疫 国外研究证实 感染Omcron后的抗体 只对Omcron有效 对于其他的病毒株 通通没有效果 完整建中三剂 MRNA疫苗的人 如果感染Omcron 不但体内有高浓度的 BA.1和BA.2的抗体 还能够有效对抗 其他的病毒株 但未接种疫苗者 染上Omcron再痊愈之后 几乎无法预防 其他的变异株 也证实了打疫苗的重要性 美国CDC研究显示 每打疫苗染疫的儿童 住院率几乎是 已接种疫苗儿童的翻倍 在Omcron病毒流行期间 因为确诊住院的 397名儿童当中 有高达87% 未接种任何的疫苗 并有19%住进了家户病房 每打疫苗 平均的住院天数为3天 打了则缩制两天 另外对家中有6岁以下 小孩的父母来说 莫德纳也带来了好消息 在6个月到6岁的 婴幼儿临床试验中 证实疫苗安全 且能够产生强大的 免疫反应 莫德纳婴幼儿的剂量 是成人的四分之一 25微克的剂量 施打两剂 综合抗体有达到合格的标准 目前也正在向各国 申请批准使用 记者综合报道 那我们来看看是 台湾本土疫情升温 很多人在开始在抢买 这个快筛试剂 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 截至4月20号 已经批准了这个 自产的29个 抗原快筛试剂 而当地也规定了一些 收费的价格 上市抗原的快筛试剂 大概是不可以超过 15元人民币 等于是台币的70块钱 他们将这个抗原快筛 作为病毒检测的 补充的手段 同时他们也说 这个上市的价格会在压底 汪汪水绳微酸性电解赤绿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新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绳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绳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绳水手喷 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